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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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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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C这边由于是裸双 所以说正面的这个侦查可能会做的比较差 这边一看你这个裸双 那索性狗速也不用提了 正面只要独两只狗 不让你这个农民进去侦查 那么C是不知道对手的科技速度的 在防飞龙方面就有可能会非常的被动 这边还先下的是B1 想升级一功 这个有点像 有点像被淘汰了好多年的花生流 一时间还是出了四只狗 小K来打的比较的稳健 这个这种开局的话 一般来说是狗慢慢在后面捕的 不着急上来捕先捕农民 这样有四只狗两个读口两个去追农民 或者说全都在路口操作 都让对手进来侦查 以前解动也是有过经历 在这样一个开局时候面对对手的裸双 对方由于是第一个侦查农民 我们看就像现在这样的完全进不去对手家 所以说根本连几机里开局都不知道 解动的飞龙出的很快 活活的就把对手给甩死了 所以说人都在 哎呦 抱狗 这个 这样打的话你路口又进不去 这个拨狗 这拨狗想咬掉这个房子很难 因为这个房子是上下的一个结构的 上下这种结构的房子是 狗的输出面积非常小 看一下 就这样子 然后能不能拉过来一修就好了 很难的把这个房子咬掉 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是 斜 哎哎这上面的房子没没修 这 哎哎 海爷海爷您 海爷表示我这个叫请君入瓦 然后瓦中桌瓶 但您这瓶来的有点多呀 对这个房子就 这个房子是个根不能修 你这个说咬掉就咬掉了 进来把自己一公也看到了 那么这边 就在出门的时候 阿狂叔下了一个口水槽 也是打算直接勒克一波 这个选择是可以的 因为正面的话 C首先是有个建筑学 这个建筑学 对于防守Loker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有Loker在外面扎你这个房子 你里面既是到了地堡也无法防御 不过所幸的是 我们的海爷农民侦察相当不错 居然是来到Killer家里面 看到了对手的打法 这样的话 有所针对 早点的这个防空塔地堡修起来 而这边Killer要送狗的话 可就麻烦了 这拨狗不能这么死 现在C是希望最好的一个状况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把这个 建筑飞起来 然后把地堡修到房子的外面去 这样的话 地堡可以保护住外面的两个房子 比较消息的应对方式 就是把地堡修到里面 现在如果Killer把狗送掉的话 C就可以考虑是不是要出门修地堡 C还是有很多狗的 Killer还是有很多狗的 所以这边C 也是只能把地堡修在家里面了 不能出去 然后第一时间升级 可以考虑先生设程 这样的话 不会被Luker白扎这个地堡 Luker的射程是 还是非常的远的 如果在Luker埋在外面 扎这个建筑的时候 是他那个攻击最远的那个尖 还是能够扎到里面的地堡 海爷不仅要修地堡 还要造防空塔 来维持一个反隐形 这些小军怎么跑到外面去了 哦 是他下面修了一个建筑 把精神挤到外面去的 Luker是来了 外面的这两个房子 肯定又送了 在C这场比赛 如果已经以两个房子为代价 就防守住 同族西律的Rush 那绝对还是 以四个房子为代价 防守住 同族的这一波Rush的话 还是很值得的 这边小K的继续的大量的暴狗 也是吃定了对手 西洋兵少 因为C是先到了B 升级的一攻 西洋兵是数量很难保证 但是有三个地堡 所有的农民全部就位 等的就是你这一波 哎哎 哇 这边果然是先生的射程 我看到这个Luker想是 如果对手先生 新闻记没有生射程 那么这个Luker是可以白扎地堡的 C这边打死对手 Luker马上寄出自己的第一把雷达 把这个小狗的数量是看清楚了 这样的话 看到这么多狗 按理来说的话 自己这把雷达是要判断 自己需要多少农民来修地堡的 就看到这么多狗以后 他反而是把农民拉回采矿了 非常的奇葩 还是很有威力感 拉回来了很多农民在这里就位 就等着修这个地堡了 这边接阳兵出来 是打算你了 可是如果强行上的话 我接阳兵就打这行不计再钻进去 细节处理的不错 又是把雷达撒过 看到对手家里面的农民数量 所以知道自己 不需要拉太多农民去采矿 还是留在前面修地堡 行为机跟射程都升级完毕 科技建筑VF也是已经放下了 而小K的这边还是打算孤独一致 就是像赌博一样 你输了一块钱 你就往里边压两块钱 这样你赢了的话 才能够赚回来 然后你又输了 那你就又得翻倍 想赢你输了 你输了一块钱 又输了两块钱 那你就得压三块钱 然后再压就变成六块钱了 再压就十二块钱了 这边是升级了空头 这是个好想法 我们知道这个Killer是连2G都没有开的 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拥有足够的经济 让他升级空头的 但是他居然就升级出来了 也是完全牺牲了自己乐科的数量 这个确实是很有想法 连欧币都欺骗了 不断的送狗来看对手的这个 冰量 那么C这边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 正面的防守非常的稳固 所以说他后面比较着急潘科技 在冰量方面 没有太没有足够的保证 现在Killer还想等一下自己的防速度吗 C这边潘科技拍的太快了 VS已经算好了 西洋兵也是应该有的移工 小狗继续的正面来一点压力 那么Killer这边 房里面虽然有兵 但是没有着急往里投 就是想等这个房子速度升级好 最好能够投完之后 马上再接一波狗进去 这波很要求操作 看我们的小Killer能不能操作好了 等的时间越长越不好办 C这边已经把兵力 渐渐的全部补充起来了 坦克也是做出来了 还升级了支架 这样的话 又有支架的坦克 又有科技球的话 在防守这个 防守这个家里面 控制洛克的时候 是事半功倍的 来了 这边想投 投这个 C的背后 这边清明打了 这清明机过来了 坦克 马上就可以加起 科技球也是已经在造了 随时可能造出来 这波很难 很难慢 虽然有四个洛克 可以把房子打掉很多 但是科技球和坦克的支架 你是无法通过 打掉房子来阻止的 一百来法国 坦克 坦克架起 已经输出了 这边 放个位置 继续炸 这边C也是造了一家运行器 这个 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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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地带是空头 投到枪边脑袋上 然后后面呢 罗克尔 战机进射 哇漂亮了 这里还有两个 罗克投了下来 但是C的机要面是有一工的 而且阵型 阵型 是 好 正面怎么还出了拨狗啊 这还想双眼开花 哦呦 打掉这段场更关键 C第一时间没有出黑羽球 他出的是一家运输机 这个也是 想反攻 那这边 已经有所防范了 但是这个运输机 还是可以投的矿后 这边小Killen 并没有操作家里面 完了 这个让人站住这个位置的话 你狗是很难吃掉了 一边矿后 一边矿的话 人狗是马上的可以蚕食掉 虫竹在自己家里面的这些残兵 自己留个空头 虫竹可就没办法解决了 七七 小Killen的这个空头 还是升级的晚了 他应该是 他觉得等速度好一些 可以帮助自己的这个后续 可以不断的跟上去 但实际上 如果他在升级要空头的时候 再直接慢投进去的话 先把那些防子打掉 让C一段时间产不了兵 自己的防速度升级好的时候 再投兵进来的话 可能效果就更好了 也许C就扛不住这波了 如果你把C的人口打红 他甚至是第一个女士机 到了以后 机场无法生产科技球 毕竟第一波空头的时候 有四个乐科 我觉得